梵蒂冈电台讯 教宗方几个10月17日接见了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 双方在会晤中讨论了中东的局势 尤其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重启和谈一事 双方热切期盼这样的进程能带来所期盼的果实 找到公正且持久的解决之道来终止冲突 这显然越来越迫切必要 并起冤双方能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 坚决地做出大胆且能够促进和平的决定 双方仍十分担忧叙利亚的情况 期望能尽快以对话和修和的逻辑取代暴力的逻辑